各位朋友,这个前两天朋友传给我一张照片 是莫言跟冯小刚在开会啊 有点闭目养神的样子 传来传去呢,也说了一些调侃的话 听不进去啊,或者怎么 其实呢,这个莫言只是闭目养神 在会议上呢,他提了一个重要的提案 就关于中小学学制 莫言呢,说他自己没上过中学 他认为目前的小学初中高中633学制呢 太长了 小生初中考又让学生呢 要花一年半的时间来复习硬考 而不是用这些时间学新知识 所以呢,莫言建议呢 取消现在的小生初和中考 实行十年一贯制直通车 每年两次期末考试 同时呢,他建议十年免费教育 从现在的12年改成十年 他这个提案呢 我在网上看到有很多支持的 有人跟上去说 教育格局必须尽快改革 这个提案有非凡的意义 学习的目的呢 不是应付层层考试 而是真正提高国民素质 修养和能力 有的人甚至很激动 说太伟大了 这个提案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为中国应试教育开了一计良方 当然也有些人呢 有一些保留意见 甚至反对 有人说 万一有学生先堕落后悔物 那回头的门槛是不是太高了 还有呢 高考准备期啊 会不会等于从三年变成十年了 因为这个高考的指挥棒下面啊 现在小学初中啊 还学一些普通的东西 如果只自重数理化呢 自然啊 体育啊 音乐了 美术了 这些东西啊 都是啊 那没法学了 还有人担心呢 怎样六岁啊 就选择一个学校 就定中生啊 可能造成更大的不公平 这个增加了阶级流动的难度 甚至有人担心呢 说这样呢会使得教育事业方面的竞争下降 整个教育产业呢 衰退 这个很多既得利益也会受到威胁 我其实参加各种教育方面的活动啊 常常被问到一个问题 那就是中小学教育 甚至学前教育 到底应该是快乐呢 还是应该是努力呢 这真是一个非常两难的问题 尤其是中国人 我们都知道 在美国欧洲的一些学校 尤其是美国 他们主张在青少年阶段 主要追求快乐 身心发展健康 身体健康 读书自由 放松就行 到了大学以后才努力 可中国人不能输在起跑线上啊 吃奶粉的时候就要好好读书啊 所以这个形成了两种教育的理念 甚至是社会人生的哲学的理念 那问我什么看法呢 理论上我觉得中小学生应该快乐为主 进了大学以后才好好努力 事实上 中国的中学生世界上是排在前面 甚至大学也不惨 但是研究生以后的阶段 这个世界科研的高端 以人口比例来讲 中国并不占优势 所以中小学强调快乐啊 不代表以后就不出成绩 所以呢 从理论上 我跟人家说 应该强调快乐 不需要太多的强调努力 至少应该病重 可是实际上呢 包括我自己的亲人 包括我的孩子 我实际上还是把努力看得很重 这里就有个关键的问题了 教育到底是为什么 整个教育制度 整个教育体制 它的基本使命是什么 第一个教育就是为了学习 为了提高国民的知识水平 文化修养 以及专业能力等等 可是在中国 全世界有 但是特别在中国 教育还有第二个使命 这个第二个使命 甚至不比第一个使命 更不重要 教育 它体现了一种阶级流动 一种社会分流 在官二代 富二代 自然传承 占尽社会资源优势的情况下 所有中下阶级 普罗大众 怎么能够进入社会的中上层 靠的是教育 教育是比政治 经济和其他文化娱乐 更直接的一个 维系社会公平的途径 要是从这个角度来看 如果是从学习的角度 莫言的建议是好的 而且第一 杰出的人才本来就 怎么读都行 一般的人呢 多学多玩 少考少增 学习的时间肯定就增强了 这是好处 可是要是从教育的 积极流动的这个功能来讲 这个在中国特别重要 莫言的建议六岁定中生 可能出现一些更大的 这个社会不公平 如果要实行的话 在我看来 一定要有很多转校的机会和可能 我们都知道民主是一个有很多问题的制度 但是其他的制度问题更大 婚姻是一个非常不完美的人类的生活方式 可是其他的生活方式比婚姻一夫一妻子更多的问题 考试也是 现在的英识是大家批评 可是如果在中国目前的国情下 去掉考试 搞推荐 领导选拔 这个组织推荐 重政治表现等等 会更公平吗 古迅说 吃的苦中苦 要做人上人 一个社会要人家做人上人 这本来就已经不对了 但是你批评观念不对 没有用 你先要改造 这个人上人的这个社会现实 更要改变人怎么样做到人上人 这个社会的阶级的这个流动上行的 这个阶梯的规则 才是更重要的 如果我们在工作当中 不管你在学校 在科研单位 如果真正都是注重表现 而不是靠关系 靠背景 那这个学校的好坏 有多大的关系呢 关键是后来的竞争规则 影响到这个高考 他们说高考指挥棒 我觉得高考指挥棒 后面还是有一个社会竞争的指挥棒 我们不仅不要把人才 一定要改造成奴才 更不能直接把奴才当做人才 我想说的话是 应试教育 是社会不公平的必然结果 所以如果要改变这些社会不公平 当然从教育改启也好 我们下期再见